欢迎大家收看《科学新知》 今天星期就相当之多 很频繁 频繁到我们节目的调动有少少不同 原因是大家如果看这个节目的时候 那件事已经结束了 很可能 就是印度他们首次是登月的 我们现在在做陆景的时候 我们都想讲及印度登月的最新画面 但是我们做的时候那件事仍然在等待期间 所以我们希望在我们节目结尾的时间 甚至我们可能将科学会推前了 等到我们见到结果才完的科学新知 好吗? 好 但是有一个题目就宣众要求了 因为有人看到之后就说一声 结果就传了给我 叫我们要是在神秘的东西 要是在科学新知说一说 那事源大家看到那个画面 就是visualizing the mysterious dance quantum entanglement of photon's capture in real time 那这条题本身就比较深厚一点 但是幅图就显现了一个太极图出来 这个太极图待会我们要解释一下 但是这件事也想起了另外一件事就是 Neil Boer 这位波尔这位著名的量子物理学的专家 他那个文章原来都是太极的 是的 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中国的这个阴阳 在这件事里面 就是量子力学里面 有一个相应的现象在那里 当然我们首先要讲 这条新闻是怎样解释呢 就是这个光子是不是photon 是吧 是 它就在那个量子糾纏里面 就现在在这个实词里面 影像是录下来了 那这件事是怎样解释呢 只是看这个 我认为不只是用中文去看 你只是看那个英文title 又是出现那些那样的现象 就是你每个字可能你都会懂 但是将这些字砌完的时候 你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OK 这个很正常 因为我发觉我自己就算去看的时候 我都要看很多相关的东西 做一些功课去更新自己一些的知识 我就尽我能力去讲一讲吧 那这里也要先带个头盔 因为始终我自己不是很在这方面的专家 那我尝试用我自己对于量子力学 还有现在呢 在这个世界最前沿那里 我们怎样去测量量子状态的最新技术 那我们可以尝试去了解一下这个最新的发展是什么 那在这里首先要讲一个概念 一些叫做比如测不准原理 或者就是在那个量子世界里面 一些很独特的关于测量与被测量者的一些特性 那台长可能你都会听过了 就是在量子世界的术语里面 我们很喜欢讲一句话的 就是说当你测量一样东西的时候 就会改变了它的状态 或者用一个量子术语来说 就是说当你那个测量动作 一摆下去那个量子状态的时候 就会令到那个量子状态 就塌缩到去某一个的特征值 那于是乎你只能够去 量到其中一个可能的结果 而中间他们在这几个结果之间 那种发来发去的那些几率是怎样分布的东西呢 那基本上我们的资讯就会消失了 就是因为我们测量的这个动作的关系 所以如果想完整地看回那些这样的几率分布 就是由波涵数计出来那种理论上的几率分布 我们有没有办法看到的呢 原来很难才能看到的 在我们譬如大学量子力学的时候呢 我们其中学的一个例子就是说 在那个氢原子外围的电子里面 它那个电子云的形状是怎样的呢 电子云的形状也都会随着电子 它在哪一个不同的能阶的形状也会有所变化的 那我们学量子力学的时候呢 我们那些比如读物理本科的人呢 就要学会把那些东西计算出来的 那那个计算也可以告诉我们 那个理论上那个机率分布 或者那个电子云的形状是怎样的呢 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面 我们没有办法真真正正看到 那个电子云的样貌的 所以后来当在这个大约二十几三十年前 有人提出一套方法就是说 我们会有办法用一个实验的手段 去将这些这样的 譬如说氢原子外面的那个电子云 那个机率分布 在一个空间上的分布 去将它映了出来 那其实就会觉得很厉害的 那其实到今时今日我们有能力做到的 那那种技术有个名字的 就是叫做Quantum Tomography T-O-M-O-G-R-A-P-H-Y Quantum Tomography 那就是一种技术 就是帮我们将一些量子状态上面的 那个机率分布就去重组 将那个形状影低下来 那为什么我从一开始就要讲这些东西呢 其实今次这套技术就大约跟这些东西有关了 当然啦 我们如果想拍一个单一氢原子外面的电子 它那个电子云的形状 就是它那个机率的分布 我们一早就已经做了的了 甚至乎有人将它制作成一张海报 就很漂亮的展现了出来 很多不同的形状可以出来的 而且都是符合我们理论的计算 也都显现了量子力学这门理论 实际是一个非常吻合的一门学问 那好了有没有其他复杂一点的量子系统呢? 因为量子系统不仅只有氢原子 和它的外围电子那就是量子系统的 有很多的化学分子 我们都可以用量子的眼光来看它 甚至乎好像今次这个那样 是在说光子它的机率分布 而且还是一个量子糾纏了的光子 它的机率分布 那我觉得在今次这个发言里面 最劲的那样东西是什么呢? 它是针对于一个叫做一对 糾纏了的光的量子 它们呈现这个量子糾纏状态 在一个量子糾纏的结果之下 产生的一对光子 我们将它的机率的形状 能够去量到和呈现了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为什么是这么了不起的地方呢? 你就是将那个叫做quantum tomography那些东西 和一个quantum entanglement的现象 可以利用这个技术来呈现了出来 明白 那这里要补充一下 我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文章那里 我找到出来了 真的是一个太极的文章来的 叫做Neil Bosch 但是这个我们不用理了 那这个太极的图像呢 其实是玩东西而已 因为它里面也没有讲过这个太极的概念在这里 这样的 这里要小心一点 就是第一次看的时候 会不会就是说 我很容易联想到一样是什么呢? 会不会原来这个大自然里面 是有一些的机率分布 完全就是跟随这个太极的图像呢? 如果是的话 你就会想到太极这件事会不会代表着一个大自然 一些最基本系统 有这么奥妙的现象在这里呢? 那这里就大家要先勒一勒先 就不是的 在这里负责研究那帮人 他只不过是借着这个太极图案来展现他们这个技术而已 因为在这个技术里面呢 其中一样呢就是说 那个quantum tomography 就是这一种这样的现象 究竟是 原理是什么?是怎样实现? 有一些的过程呢 我很老实了 我都没有能力去跟大家一一去解释 因为我刚才讲到啦 你要去拍那个氢原子的外围电子 它那个的几率分布呢? 我们是拍了很久的了 那一套技术就是呢 其实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就是怎样呢? 你如果只有一个氢原子 它外面的那对 就是那个电子 你只是一次 你拍它一次 其实就都会摧毁了它那个量子资讯的 因为每逢我一测量 那个量子状态呢? 那个量子状态呢? 就会是波咸素踏縮 就踏縮了去一个量子状态那里 这个是不是因为它 我们拍的时候会投射了一些的光进去? 是的 你都可以这样去理解 就是总之任何的测量动作 都会干扰了量子态 干扰了之后 它原本那个基率分布的形状呢? 就看不到的了 有人就很聪明 他就想到 不如这样吧 我们只是拿着一粒氢原子影一次 就每次都摧毁了个资讯 或者拿到个资讯量很少 只是大约知道那个电子在哪一个位置 但是整个电子 它还没踏縮去那个位置之前 究竟在整个空间 它的那个基率分布形状是怎样呢? 我们没办法知道 那于是乎就是 我们就做很多个这些这样的copy 就是把很多个这些这样的氢原子 譬如说它都是处于一个 最低能阶状态的氢原子 我们做很多个 然后就量很多次 每个都会给到少少资讯我 那于是乎就是透过这些资讯 这样砌出来 就可以还原整个基率分布 就是其实就是一个 你做很多个 就是靠多 然后将个资讯去重组 那其实你也可以想 其实它也可以就是说 你可能是执着一个 然后重复地去测量 是一个很多次的重复测量的结果 就帮我还原原本那个 的波咸素的形状 就是其实就基本的原理就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在光的 就是譬如今次在量子糾纏状态之下去做呢 就是他们就声称就是说 你都可以用类似的手法去做 但是那个是非常费事失事的 就可能说是以月计的时间 以年计的时间你才能够认得到 但是说呢 这次这个研究小组是由加拿大那里来的了 那么它应该做一个跨国合作 就是跟哪里的国家 加拿大理罗马大学 是的 罗马智慧大学 这个智慧大学 是啊是啊 那它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很聪明地找到一套方法 是可以只需要用秒计 就是用秒计那么短的时间 就拿到所需要的资讯 重组回这个糾纏了的光量子 他们的波含数 那在量子糾纏现象的波含数 其实是一些更加複雜 系统本身是更加複雜的东西 那么至少你知道 牵涉到一对的东西 主要是糾纏了的东西 那么你也都不希望它 就是只是透过一次测量之后 就令到波含数踏縮了 然后就看不到东西 但是他们现在都竟然有办法 是可以透过 就是这些叫quantum tomography的手段 来去还原这件事 而且聪明到一个地步就是 是可以比起传统的手法 缩短很多的时间 那么究竟详细它用了什么手法 令它缩短很多时间 我自己都不是很讲得出的 那么这里呢 又要提起一点点 那么太极图是什么来源呢 那么它在展现什么呢 那么它里面是需要用到一些的方法是什么呢 但是它不是直接量那个量子状态的 它是首先将那个量子状态 和其他的一些参照的量子状态 将它做了一个叠加 甚至互相干涉 我们是在量的将其这个元件 跟另外一个东西叠加出来的结果 那么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去量呢 那么这个就真的要回到运算里了 就是原来他们发觉 可以从这里 是可以更加容易类出一些更完整的资讯出来 让我重组回原先的波涵数的状态 所以這裏你會發覺 牽涉到我怎麽量這個機率分佈 已經在門很高深的學問 量子糾纏更加不用說了 你說出來拿來都拋到別人了 而且裏面還有一種叫Inferometry 一種叫做干涉現象的一種手段 來將一個我想量的東西 和另外的一個參照物拆開之後才拿去做量量 然後我發覺用這個量量的方法 量完出來之後再扣除我原本的參照物之後 就可以更加有效地還原我想量的東西是什麽 這件事你平時很難想像的 我要量A就直接量A 我想量A幾場就直接放一把尺 現在我似乎要將A和B拆開之後 我就量A加B然後再減走B 就告訴我A是什麽 在量子世界原來其實是很有趣的 就是很多時候你透過這種手段 你就可以達到一個目標就是 你可以是令到你大大減低 你原本想量的那樣東西 你大大減低了對它的干擾 於是你可以不厭煩 加多一塊東西來量量的時候 你反而最後能夠將那個測量的結果 累得更加乾淨 那這個我就是所以說 爲什麽這次的研究呢 它都是投輸了它那個自然的期刊 就是這麽重要的研究 而且不得不提就是說 這個研究的潛在意義是什麽 在它那個文章有提到的 量子糾纏現象 接下來一定會在那個量子加密 和量子運算的領域 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運算單元 而且很多時候就會用到這些 糾纏了一對的光量子 來去作為運算單元 如果我們有能力 將這個的測量做得非常之正確 和可以很短的做得到 就代表著我們能夠和這些 那麽基礎單元的溝通能力 和測量是大大提高了它的 靈敏度和精確度的 所以我會說 爲什麽大家行內的人都會承認 這個研究其實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這樣 當然看上去其實都是一個很深的文章 但是你可不可以簡單講講什麽是塔叔呢? 塔叔就是它將它倒在一個位置 這裡是這樣講的 Shordinger's cat 涉定惡的貓 你不量它之前 它是處於一個又生又死的狀態 直到你量它的時候 它才會展現給你看 是生還是死 在我們正常的世界上 你就會覺得我神經病 那隻貓是生就生 死就死的了 不關我量不量它的事 它是死了就已經預先在裡面死了 我看它的時候 它是死就生就生 但是在量子世界的時候就會這樣講 正正就是因為你量它 正正因為你打開箱 所以你令到這個貓的波咸素 踏縮了它要是生還是死的狀態 所以它是生還是死 就是因為你的測量 就會這樣講的 就是整個邏輯你會發覺 在量子世界就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所以我剛才講 你一度的時候 那個的 譬如說氫原子的外圍電子 它究竟會在哪個位置出現 它就會原本是一塊雲散步的 你一度它 它就會踏縮了 它突然間在一個位置展現給你看 而這裡 譬如說一對的光亮子 究竟它是一個處於某某的一種狀態 另一個又會怎麼樣呢? 你度完一個又會影響第二個 你度的過程就是影響到它狀態的一個動作 而這個怎麼影響到它呢? 就會令到它原本是一個機率分佈 就變成踏縮了去某一種特定的量子狀態 換言之是不是我拍了照的時候 它已經是在處於踏縮了的檔差 是的 你一拍它就會踏縮了 OK 但是所以你只拍一次半次 你只能夠拿到一個很少的資訊 就知道它在某一個位置或者某一種的狀態那裡 你真真正正要重組整個的量子狀態 你就要很多次的測量 其實這次他們都有做類似的事情 但是詳細他們怎麼執行那些實驗物設置 老實說我自己都真的不懂 還有它為什麼用到一個太極圖案呢? 它就展現給你看 就是我將我想量的那些東西加一個參照物 那個參照物就是這個我自己喜歡做下去的太極圖案 然後我就把它嘗試去類資訊出來 純粹這個圖就展現給你看背後用的其中一種的技術 就不是代表著在這個過程中 真的會有一個太極處於某一種很基本的物理系統裡面 就不是的 所以就不要讓這裡誤導了 更加精彩的東西就不是在這個太極圖那裡 就在它背後的那套怎樣去嘗試掌握 這些量子狀態的那套儀器技術那裡 所以它好玩的,我看整個什麼都沒有說我太極的 就算Caption他都沒有說的 他只是那樣 但是問題就是因為我們是受中文教育的影響 我們一看我們就看到 鬼佬未必看得到這個是太極圖來的 所以他做這個新聞那幫人都是在玩的 OK 那我們一次有幾鐘我們下次再回來 好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謝謝大家 悔不握 率 過 不是 達 是 參觀 哈 可